随着二次元文化的不断发展和拓宽 中国的二次元阿宅数量显著增加 成年人看动漫和电影 电视剧一样并不是值得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 动漫也再也不是小孩子的专利 但是不知为何 在一些圈万人心目中 二次元宅男总是被看不起 甚至被冠上一些不太好的评价 圈万人对于二次元宅男的评价虽然有些苛刻 但其中有一点还算是有些道理的 那就是部分二次元宅男自身和这个社会是割裂的 近日一个二次元宅男发出的聊天记录就印证了这一点 第一 他质疑自己为何相亲好多次都找不到女朋友 我想看了他的聊天记录的人大概都能明白这是为什么 既然是相亲 一开始加好友的时候首先介绍自己的情况这很合理 但是直接称为自己为C宅未免有些不妥 因为看头像 他的相亲对象应该不是二次元宅内人 而是一个比较现冲的小姐姐 他可能都不明白C宅这个词的含义 看得出来妹子应该有些尴尬 借故这回有些忙以后再说 但是这位大兄弟直接就当着妹子吐槽起来 如果是熟人的话 这样的吐槽尚且可以理解 但这可是你刚刚加好友的相亲物件啊 见妹子没有回复 这位兄弟直接长篇大论介绍起自己来 但介绍的中心居然是围绕自己喜欢看什么动漫 说实话 作为一个二次元爱好者我看着都感到尴尬 妹子估计也觉得这位兄弟脑回路有些问题吧 一个晚上过去了 妹子见到这样长篇大论 还能够耐下心思来回复 真的难为他了 虽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 但二次元圈确实存在很大一批人的性格和行为处事方法是这样的 将自己关在二次元的世界 忽视他人的感受 这可能也就是二次元圈的部分人遭受非议的原因所在 所在 宅可以 但切勿宅出问题来 卡密认为宅可以 但宅的同时 保持对于社会的基本认知是非常需要的 很多宅男希望找女朋友 但连最基本的沟通方式都没有 从起跑线就已经被别人抛下了 又怎么能让妹子看到你的优点 甚至喜欢上你呢 宅是有钱人的专利 基本的社会尝试是一个人工作生活所必须的 如果失去最基本的生活能力 又谈何去宅 结语 当然了 一个极端的例子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 如果阿宅想要找女朋友 布鲁自己喜欢二次元这没什么 但最起码要掌握一个尺度 都老大不小了 连最基本的沟通都不会 又怎样在社会上立足